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阿巴奇的盛会 昨天有线下同学问了我两个问题 他说 微重银行是干什么的 它只是一个金融方案的提供商吗 我说不是 我跟他解释一下 我说微重银行是 腾讯发起的 牵头发起的一家正式的银行 我们是个银行拍照的 这是回应第一个问题 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他说你们作为一个金融机构 为什么要来 这么大力的参与开源 然后甚至说 我们会赞助这样的大会 其实我后面会讲到就是说 我们是真正的 从我们14年创立这家银行的时候 因为我有幸全程参与了 从零到一的建设的过程 所以我们整个银行的建设 是采用了 完全采用了开源技术 加廉价的硬件 构建了这么一家数字银行 所以 为什么我们会赞助这样的生活 其实也是为了回馈 整个开源社区 就是说 我们从开源中享受到了 这个开源带来的好处 所以我们也有这样的义务去 回馈开源社区 帮助社区建设得更好 那我个人呢 其实从 应该说正式参与这个开源的贡献 也是从14年的时候 然后逐步 在像江林老师 像吴胜老师这样的老师 带领下呢 我们 我有幸也在今年成为了 这个Apaq的member 所以我整个的成长的过程 也是 伴随着整个开源社区的 开源社区的一个成长 走过来的 所以呢 我觉得我个人的感受 还是比较深刻的 同时呢 我们在 21年的时候 我们也发起了中国第二个 Apaq的community 就是ALC深圳 那我们现在也有 很多的 55个成员在里面 所以 我接下来会跟大家介绍一下 就威仲银行在 在整个 就是基础设施的建设这一块 到底跟开源 会 有哪些故事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的内容 大概会分为三块吧 就是一个是云源深刻 我们带了一些变革的力量 第二部分是说 我们 也 贡献了一个 小的项目 叫EventMesh 第三个就是我们 威仲银行在整个开源上面的一些 治理的 一些思路 那第一个呢 就是我们大家都能够理解 从农业时代 工业时代 到现在的这个数字化时代 数据已经成为我们的一个 重要的一个生产要素 那国家也 相对应的机构也发文说 将这个数据资产 作为我们完善市场要素的 一个重要的一个机制 所以 尤其在银行里面 我们的数据 是 我们更重要的一个 一个数字的资产 那我们经常会要 跟监管 报送我们的 一些金融数据 对吧 所以 在数据这块 我们是非常重视的 那 数字金融的这个 转型的方向 我们 这微重银行 它是一个纯线上的 没有线下网点的 这么一家银行 所以 我们在 线上化 以及移动化 数字化 智能化这方面 都做了 相应的一些 探索跟实践 那 微重银行的 我们的3O的体系 就是说 第一个是开放平台 我们是 基于像OpenAPI 还有SDK H5 这些技术 构建了我们像 微力带 微车带 还有联售 智慧零售 这样的一些 金融产品 那 开放创新呢 就我们前面讲到了 我们是 基于开源技术 然后 完全构建了我们的 分布式的 这个商业的生态 来开放协作呢 我们整个 基于分布式的技术 像我们也有区块链 我们也有联邦学习的 这个人工智能的技术 包括还有我们的 这个分布式的 基础架构的这些技术 那 连接了不同的 我们 合作伙伴 金融机构 等等一些的 分布式的 这个商业的生态 那在我们最早 在做这个整个银行的 这个架构的 这个设计的时候 我们其实是 充分考虑了 互联网加金融 这两个重要的 因素的结合 那知道银行 它最重要的是 要稳定 安全可靠 那同时呢 因为我们 纯线上银行 它是面临着 这个海量的 用户的交易 还有海量的数据 所以呢 我们 就是说互联网 跟金融结合了 这么一个架构 就我们叫 以客户为中心的 四高两低的 这一张分布式架构 那它会 到目前为止 已经支撑了 我们3.6亿的 这个 个人的用户 以及几百万的 这个小微的 金融 小微的企业的 这样的客户 那整个分布式架构的 一个核心 就是说单元化 我们在14年 开始做这个架构的时候 其实可能还 比较少 有单位会 朝这个方向去走 因为像传统银行 可能大家都是 基于这种 集中式的大基 然后大的存储 集中的存储 这样去做 银行的架构 但是我们在 最刚开始 在设计这个架构的时候 就考虑到 我们的横向 以及纵向的 扩展的问题 以及 我们不会再去采用 这种受制于国外的 像IBM 不能说 就是受制于 国外的一些大厂的 卡脖子的一些技术限制 所以我们基本上 从刚开始就会采用 这种廉价的X86 以及现在我们会用到 昆蓬的ARM这样的机器 去做我们整个分布式 基础设施的 这一层 那可以看到 我们整个私有云的 公有云 我们是在 因为是在腾讯云上面 所以在私有云 这边我们可以看到 整个S层的 我们会采用像 昆蓬 海光 飞腾这样的 国产化的 这样的芯片 那还有 像我们的操作系统 会使用欧拉 麒麟 这些 国产的操作系统 然后 像这个 我们的 现在的 整个的分布式的存储 是完全基于 这个 国产化的 这个技术 搭进了这样一个 全分布式的 这个对象存储 像网络这块 我们也 就是基本上会采用 像华为跟中心的 这个网络设备 那在整个 PASS层呢 我们的 不管是从 原生的容器啊 还有 大数据BDP 像负载均衡 中间件数据库 这些基本上 大部分都还是采用 我们国产的 这样一种 开源的技术 来搭进我们整个 S跟PASS层的 这样的基础设施 那我们的 私有云的特点呢 总结起来说 就是说 第一个是 混云的多芯 那我们 既有私有云 也有公有云 那我们 在私有云的内部呢 我们的 是完全基于 这种自主的 知识产权的 云管平台 这是我们自研的 然后 底层的这个芯片 还是 X86跟 ARM的架构都会有 那 云构的兼容呢 我们是在 整个的 国产化的改造当中呢 我们对 现有的整个的 在整个基础设施里面 这个POD里面的机器呢 它其实 既有这个 X86又有ARM 是一个混合 搭建的 这么一个架构 然后 在组备结合的 这种情况下 我们 像一些 典型的这样的一种 基础设施 像数据库 我们既会采用像 TDP 我们同时也会采用像 腾讯的这个 TT-SQL 作为一个 组备的 技术的 这样一种 保证 兜底 那 像安全设备 我们也会 采用到这种 国产化跟 这种采购的 或者开源的 这种技术 这种一种 混搭的这种形式 所以 这样能保证 我们就是 不会受制于 任何一家 或者说 某一种单一技术的 这样一种限制 那我们整个的 云烟生架构 应该从两三年前开始 转下整个 云烟生的架构 那我们 在整个 K8S的基础之上呢 我们对于 把我们 把我们银行内部的 这个服务呢 可能大概 大概会分为三类 第一个是这种 我们传统叫 这种RPC调用的 这种我们会 采用这种 Service Math的这种技术 那对于 事件驱动性呢 我们会采用 这个Avid Math的这种技术 那 像对于中间线服务 Plus层这种东西 我们会用 Operator控制器的 形式来 来接入 整个 云烟生的基础设施 那 服务网格呢 我们没有 同样的 我们也没有采用 业界的这个 STL 或者Envoi 这种技术 我们都是自研的 比较大的一个特点 就是说我们还是 采用这种 Demon Set 就是单主机 Demon Set 这样一种形式来 来部署 那这样的好处呢 可能会 就是解除了 这个应用的POD 跟这个 基础设施的 这样一个 生命中心的强绑定 就因为在 在我们的整个的 发布的过程中呢 我们是不希望 中间链这一层的 变更 升级 会影响到业务 所以这是我们 最终 应该说是 综合下来的 考虑这么一个方案 那总结来说呢 我们 在整个 金融新核心的 整个上云 或者数字化 转型的 这样一个 主要的几个特点 就是说 第一步我们是 靠着云源生的架构 我们能够 平滑地上云 第二个阶段 是说我们能够 降低变更的风险 然后提升故障的 这个应急效率 我们要稳定地 用这个云 那第三步就是说 我们要安全地 去用云 因为整个数据的 安全性 隔离性 机密性 都是在 尤其在金融机构 这种场景下 是要求是非常严格的 那第四步就是说 这个管云降本 那我们也会内部 获有一套 自己的这种方法论 类似是 FinalOps的 这样的一种理念 我们把在线跟离线 的这种任务混布 尤其像我们银行 在白天 这种交易高峰期的时候 我们机器会 会全部用来 做金融交易 在晚上跑坯的时候呢 机器会释放到 会调度到这个 跑坯的资源池里面 做这个 任务的跑坯调度 那通过这样的话 能够 即时地 能够 分时地调度 然后 把智能的 容量的控制 然后在整个的 架构的治理上呢 也能够起到 从一个宏观的视角 能看到我们当前 整个流量和资源的 这个使用的效率 到底是什么样的 那第二部分呢 还是 打到广告 然后我们也介绍一下 我们自己开源的 这么一个 基础设施的 这么一个项目 那刚开始呢 就是会想到说 叫EvanMath 是因为我们会 因为业界有 ServiceMath 这样一个产品 那我们当时是因为 在基础证 事件驱动的 这样一种场景下呢 我们也会面临到 像中间的SDK 跟应用绑定 SDK升级会比较重 然后呢 多语言的 这个版本的维护 不一致啊 然后你的多语言 在叠加这个版本 整个的复杂度 会非常高 所以我们也会抽象出 EvanMath 这一层的 叫代理层也好 或者是 叫一种SideCart 这一层也好 然后解决到 我们在 事件驱动的 应用的这一层 的这个 维护的成本 跟难度 同时呢 我们也会 把它跟ServiceMath 结合起来 去支撑我们行内的 这种 不同的场景 然后它也会 下沉到我们的 这个容器的 这个基础设施里面去 然后它的一些特点 就是我们在 刚刚使定位的时候 它跟消息中间件 会有比较大的不同 它其实还是定位在 这个无服务器的 计算这一层 然后结合到 事件驱动 所以呢 我们在 连接器这一层呢 是能够开放 这个接口 让不同的场景 去扩展 开发自己的 这个连接器 然后在流出里 这块就是 也是同样能够 让它去扩展 这个Filter 跟Transform这一层 然后能够做一些 简单的这样的 事件的处理 然后就是内核 微内核 就是我们整个的 架子 就是核心这一层呢 它其实非常轻量 都是通过SPI 这种插件的形式 扩展出 不同的 像连接器 流出里 还存储这些 不同的 这个模块的 这样一种架构 然后呢 无缝弹性 触发 就是它能够 还是根据这种 事件的 触发的形式 能够 及时地去 trigger这个 不同的任务 像函数也好 能够快速地调度起 这个计算的任务 然后能够 用完之后呢 能够结设释放这样的资源 EventMath 在ApaG 浮化呢 我们大概是 21年进了 这个ApaG的浮化器 然后在23年的时候 是经过投票毕业了 那在整个过程中 我们是大概 新增了5名的 PMC的Member 还有20多名的Commuter 然后 比较有意思的是 我们 整个社区的 贡献的代码量呢 也超过 40多外行 然后都是来自于 外部的贡献 那占整个我们 代码量的 几乎达了90% 然后我们现在的整个 我们简单统计了一下 我们现在的这个 Contributor的 340多名的这种贡献者呢 来自全球 大概十几个 不同的国家跟地区 那像现在 可能我们在落地的这种 大规模落地的这个场景呢 还主要集中在 一些头部的企业 像我们自己内部 华为云 还有永会超市 像吉利汽车这样的企业 他们会 比较大规模地 去应用到这个EventMesh 所以 它是一个比较新的一种 一种思路 一种角度去 所以 我觉得 我觉得可能会 给大家带来一些新的思路 在不同的场景下 可能会 选择EventMesh这样的项目 那EventMesh 它的重要的一个实践 就是说 我们已经在全部新创 像 海关 华为 飞腾的这样的芯片上 我们都是一边一通过的 然后我们现在也正在 跟宗唐兄他们一起 在 逐步把EventMesh 放在欧拉的这个 售区的 LTS版本上 就长期去发布 那第二个就是说 在实际的应用上 我们挑几个 比较驼步的场景来说 在微重银行 大概 我们每天的 支撑的 实际的金融的交易 大概在 大概两亿 两亿比的 这样的 这样规模 然后 我们每天通过EventMesh 采集的这个日质 是每秒钟 是超过500万行的 然后每天的 这个采集的日质量 大概超过了100多T 然后在华为云这边 我们下午 我们华为云的同事 也会介绍 他们这边 在工业云的产品当中 已经接入了 100多种的这种世界云 还有 5个的世界目标 他们在 全球10多个地区 国内外的站点上 包括什么 和银云 公有云 还有什么 和伙伴云 这上面都有 对应的这个部署 那在永惠超市场 我这边了解到了 它 大概有600多个 这种世界的 消费的这种介入 那所以 它的应用场景 我们还是可以 不断地地探索 因为目前可能 大家对于 这个EventMesh 这种应用场景 可能还 有的人可能还比较陌生 或者说他可能 觉得想得还不够清楚 所以我觉得 有待这个 业界的这个 不断地 这个使用沉淀 那第三步 我们看一下 整个微重银行 我们 我之前讲到 就是我们从刚开始 14年 在成绩之下 银行的时候 我们都是采用 全开源的这种技术 那实际上 我们不仅在 分布式技术 这种基础设施技术上 或者说云的技术上 我们也有做创新 那实际上在17年 我们开源了 在中国第一个 区块链的平台 Facebook Because 然后现在是我们在 微重区块链 这样一个品牌 下面运作 那同时呢 我们在19年 也开放了 Fate联邦学习 这样的 AI的开玩平台 同时它也是 加入了这个 Linux基金会 那在21年开始呢 我们开源了两个 一个是大数据的领域的 Linux 一个是我们 想云计算领域的 这个EventMesh 所以实际上 发展到今天 这样的 经过了大概 那么六七年的时间呢 我们整个微重银行 已经对外开源了 35个项目 这个实际上 实际上还是帮助我们 不仅在这个 大家的这个技术共享 经验的传递上面 发挥很大的作用 其实我们在内部 大概的 大概出力地算了一笔账 就是说 其实我们按照这种 外部帮我们做 贡献的 这样一个人力 成本来计算的 我们是能够 帮助我们内部 节省到很多 人力的投入的 同时呢 因为 很多的合作机构呢 他们会采用我们的技术 去布到他们的 这个业务场景中去 其实 能够帮它替代 去采购的 这个商业化的产品 像比如说 像我们的大数据的 这个Linux 还有Without Us Fail 这样的产品 它如果你去采购 这种商业化的 或者是 这种 提供商的 这样的产品 其实 它的采购费用 还是比较高的 所以 其实回头来算呢 就是我觉得 我们的整个 开源的技术呢 不仅帮助我们自己 提升到我们自己的 整个技术的能力 以及在 Apachi这样的一个 基金会上面呢 我们能够去 学习到别人 更多的 优秀的项目 以及别人优秀的 这种开源的经验 同时呢 也给我们自己 反驳我们自己 带来的很多 采购的成本的节省 以及人力投入的成本 这个是我们整个 开源的版图 那可以看到 我们在ABCD 这整个 几个大的块 都会有一些 项目的开源 大家有兴趣 可以关注一下 我今天的分享 到底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